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这样一个节目 同时我们也很希望听到 各位观众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些反应 现在我讲台湾觉醒这个节目 讲了很久 为什么这个节目的名称都不变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要觉醒 其实路还很远 很多事情你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都讨讯换完了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 以前的一些想法 你的认识恐怕都站不住的都有问题 所以我很喜欢觉醒这两个字 因为觉醒让我们发现很多问题 觉醒让我们能够思考新的方向 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是腐蚀济世 你随便抓都可以抓得到 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对不对 大家也都战战自喜 我们台湾人都喜欢这样讲 我们民主自由 我们要对抗专制极权的压制 我们就是要用民主自由 这个没有错的 我想谁都赞成 但是有一些话 我们这样说了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 这里面还是要再思考 不是说要去反对自由 反对民主 比如说我们言论自由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言论自由 对不对 我们讲多元价值 多元价值 对吧 你认为好的 我认为不好 我认为好的 你认为不好 我们互相尊重 这个多元价值 我想这一般说起来 这个没有人会反对 而且如果这个反其道 要行 说不可以这样 那我想会被人家骂死 因为这个不是 我们所谓台湾主流的这个名义 现在就讲 所谓台湾主流的名义 OK 言论自由 多元价值 它有一个基础的 确实是在一个 民主自由自主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它也有一个基础的 它是在一个完整的 国家体制里面 这个 大家都有一个 共同的认识 也就是说大家 这个站的平台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 这个言论自由 你有你的意见 有我的意见 但是 像台湾 这一种 国家认同分裂的国家 认同分裂的国家 其实 这个 号称 言论自由 其实是 在宣量它的 某种特定的偏见 号称 多元价值 其实 它并不尊重 对方的价值 就是这样 因为 我们 不是一个 说 我们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国 坦白讲 在台湾 问不出一个 共同答案的吧 你的狗跟我的狗 可能不一样 就是在这个 我们的这种特殊的情况 你把人家那个 比如说美国人 美国人不会认为 你的狗跟我的狗不一样 对不对 日本人也不会认为 日本自己的狗民 也不会说 这个 那一个人跟这个人 他们的这个 认同的国家不一样 他们有 有另外一个认同的国家 没有嘛 所以 在 我是讲 我们虽然 从教科书上 从所谓 这个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 我们 这个 吸取的一些养分 我们要言论自由 我们要多元价值 但是 台湾的情况 如果你把这个 都照搬过来 那 是很危险的 这个 但是怎么办 你又不能 禁止言论自由 对不对 你也不能 就是你说的算 是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才是我们所有的人 大家要来共同思考 这也才是我们 这个 那一些 这个 引导风向的人 要来思考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引导风向的 却是 完全 完全 差异嘛 完全奇异嘛 对吧 那 我就在讲 我们这个 历史 像 这个 过去 我们 讲的 很多的 这个故事 其实 都有一个 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要追求事实 对 我一再讲 就是要追求事实 但是事实跟虚构 有的时候 又 这个 区隔 又是在 一线之间 对吧 我想 听过 我们这个 节目的人 这个 也知道 我 以前用过 这个 fact 事实 fact 那个 这个虚构 fishing 对吧 这两个字的 这个 区隔 巧妙的是 从长远的历史来看 这个虚构 这个fishing 因为 很多人 都 都相信了 这个虚构 以后 他 这一种 相信 虚构的 那个 因为他 成为一种事实 成为一种事实 但是 这样的一个事实 跟原来的最早先的 那个事实 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以那个虚构 所构成的事实 大家都都这样想 所以就对了 你把原来的那个虚构 那个真正的事实 就不管了 你也不去研究了 你甚至就是扭曲了 用这个虚构 来代替事实 那这样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社会 对不对 是 拿住麦克风的人 大小的人 变成是这个样子 但是 我们 看看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社会 确实 确实 确实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的社会 确实在流行 什么粉 什么粉 对 红粉 黑粉 什么粉都有 都粉 所谓粉丝 粉丝的粉 只要你当某某人的粉 他 说什么都是对的 就不问是非 所以也不追求事实 所以不追求事实 当然就不去管 管什么 理不理 有道理 没有道理 就是不追求事实 也就不追求事理 不追求事理 这是 台湾的社会 发展 发展到今天 发展到今天 的这个情形 是吧 是变成是 颠倒黑白 这个 据说这个又有 外面的力量 这样进来 因为 虽然 我就是一介平民 我也没有掌握 什么样的 这个 机密的 这个资讯 但是从整个 世界的局势来看 对不对 这个 我讲的世界局势 来看 事实上 台湾是 最容易受到 这个对岸 这个侵袭的 一个地方 对 美国 欧洲 这个不要讲 非洲 是任何个地方 他的这个势力 都无口不入 都要在 那人家的 那本来 已经相当健全 稳固的社会里面 要去颠覆 何况是 一个 国家认同 分歧的台湾 而且这个国家认同 分歧 这个认同 又有一部分的认同 是认同他们的 是这样 所以台湾的这个是 一定是 有的 你就是 就是三岁的小孩子 用一个普通常识 想一想 不必去 这个 有多深的这个学问 就是 就是这样 所以 造成我们 这个今天 台湾社会 这个不追求事实 不追求事实 只是 追求你的什么 有的是跟 他自己本身的利益有关 有的是跟他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有关 回到我们这个节目来 我这个节目 讲了很多 这个故事 其实 就是要 来 建立我们 国民 一个 基本的思考模式 要 追求事实 追求事实 那 这个孔夫子 我们的孔子 讲过 其实是 他这一句话 我觉得跟历史学的 本 的这个本质 很有关系 他说 我不欲 图脱空原 我不想 只是讲那一些 原则性的 空话 原则性的话 不如建筑形式是 这个张明教主 不如把很多具体的事情 这样讲出来 他才比 那个道理才会比较清楚 所以历史 不是在图脱空原 空原 讲一些 很原则的 那一些空话 历史是要 从很多具体的事实 故事 来 让我们的读者 我们的观众 听众 体会到 这个故事所背后 所含的意义 是这样 所以 一个郑成功要来打台湾 郑成功要 所谓赶走荷兰人 本来是五分钟 就可以解决的 你这个讲 为什么讲的 老讲这个 一直不结束 这个 其实 我讲这五分钟 涂透空原 你听了等于没听一样 你如果听了 也就听进去 那你是迷信 你真的是没有 没有办法 自己用自己的思想思考 我有 很多具体的事实 说出来了 你才 根据这一些事实 你去判断 你去思考 我们追求事实 其实 我有一个目的 不客气讲 希望我们的国民 都能够成为一个 独立思维 能够独立思考的人 你怎么独立思考 你没有知道事实 你没有知道很多的 这个 这个具体的事项 你怎么样去独立思考 你只有盲从 对不对 你只有相信 你只有意识形态 你认为那个样子 你就一路 一头栽心去就走了 就走下去了 你不会反省的 所以 事实 会引发 逝离 让你思考 有了逝离 你就会成为一个 独立思考的人 这才是一个人格 对不对 如果台湾未来能建国 对不起 我认为台湾还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未来能建国 我们的国民当然要有素质 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国民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讲故事 请大家等一下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 民事台湾学堂 台湾的觉醒 这个现场 好 我们 花了相当的时间 讲这个汉布鲁克的故事 这个汉布鲁克进入热兰浙城 他是带着国姓也的信 要来劝这个奎一投降 是这样的 那上两次 我们也花了相当的时间 这个讲到 在这个历史事件 就是这个奎一跟郑成功 在争的这个历史事件 之后 差不多这个一百年 那么 荷兰有一个剧作家 这个罗姆斯 他写了一个 这个汉布鲁克的故事 就是这个围城的悲剧 就是福尔摩沙 淪陷的这个悲剧 他写的这一部 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的演戏 这个一般读者 也许知道有这么一个剧本 也许连这个剧本的 那个都不知道 但是知道了 有这个剧本的 也就是这样 说有人写了一个剧本 说演戏 这样而已 到底怎么个演戏 戏是怎么样的 我想我们台湾 好像也没有演过这个剧本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看过 是吧 那好 那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荷兰文的这个本质 有英文的翻译 那有日文的翻译 那在这个最近几年 又有人从这个 日文的这个翻译 这个翻成中文 那照理说 这个一般的读者 那如果对台湾历史有兴趣的话 或是对一般历史有兴趣的话 应该找来看看 但是我可以很武断的来断言 大概也没有几个人 真正的把那个剧本 中文的这个剧本 这个从头到尾 这个看一遍 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我花了一点时间 这个很关键的 择要的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对话 这个介绍给大家 这个总而言之 这是这个一个剧作家 这个写的剧本来演戏 但是这样的这个演戏 符合不符合 这个历史事实呢 事实上是不符合的 是不符合的 所以我们介绍了这个以后 我们也接着分析 那这个是怎样的不符合 好 有的时候你们要 会这个 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会问 什么叫做符合 是吧 我想 如果你记载一件事情 你没有特殊的企图目的 你看到那个 你就把它记下来 我们历史学下觉得 这一种 叫做无心史料 这个是最可信的 但是当你有什么样的 特殊的用意 那你就会 斟酌要不要这个地方 要不要记 或是这个地方 要不要增添 这个我们历史 要看到这一种资料呢 就要非常的提防 虽然也是当时后的记载 但是这个已经不存了 要提防 但是呢 如果说隔了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一百年 两百年 才有人再来记 它是根据一些传闻 或是什么的 或是他的想象 或是这样 写下来 这个我们历史学家 对这一类的资料 他的这个所谓史料价值 是看得很低的 当然也不会完全 这个气质不顾 那有另外一种 这个讨论方式 但是一般要追求 这个这一件 原来的这一件的 历史的事实的时候 我们会把以后 演变的这一种资料 的那个价值会放得 这个相当低 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大家听我讲这话 我经常会引用 热然遮成日志 这个东印度公司在台湾 他每天都要记账 每天都要记下重要的事情 这个因为他这个公司 是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的 他要对董事会交代 这个派出来的 这一些这个员工 是要对董事会交代的 所以他都要据实报告 这一类当然最可信 这是我一再这个强调 这个热然遮成日志的那个 好 所以我们就 以这个热然遮成日志的记载 来看看汉布鲁克 是怎样进入这个热然遮成 他怎样出去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们都是以这个来 来做一个基准 热然遮成日志讲 5月24号傍晚5点钟 城里面等 但是第二天天还没有亮 在安平就是这个大元寺 今天安平那里市政上的那个包围的政军 就开炮了 热然遮成日志的 热然遮成的损毁不轻 蛮严重的 但政军的伤亡更重 其实这个战争差不多打了两个多小时而已 就结束了 那么到了当天的就25号 当天下午4点钟 汉布鲁克 汉布鲁克 持刑 告别 这个奎一 以及城里面的所有荷兰人 就是 就是这样的 的记载 我们看看 这个日志里面 是怎样讲 他跟这个地方法院的秘书 欧森威尔怎样来离开热然遮成的 这个我们需要以当时人的记载 作为凭准 是怎么样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只好卖一个关子 请大家继续看下一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